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街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日葵 今天琪琪要来尝一尝什么中华美食呢 欢迎来到中华美食街 这里有饺子馆 叶丁店开张了,快进去看看吧 去尝一尝饺子 饺子 我们来做饺子吧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饺子呢 先来做饺子皮 清水 清水的话就只会压出白色的饺子皮了 我想尝一尝干蓝的味道 将饺子皮压出来吧 包饺子喽 像二葵要包一个三鲜馅的 里面有虾 韭菜 还有肉 饺子有很多的包法 可以包成圆宝形的 要开始煮饺子了 饺子 饺子有很多的做法哦 可以变成锅贴 用油煎 把饺子放进锅里吧 还可以像我现在这样 用水去煮 好 好 等饺子浮到水面上就煮好了 煮熟了 关火吧 小心烫哦 饺子煮好了 饺子煮好了 小心烫哦 快来尝一尝我做的饺子 辣酱 酸酱 甜酱 这里有很多口味的酱 包上一点点酱吧 可以搭配着吃哦 辣酱 吃饺子要蘸酱 哇好辣哦 那换一个别的口味的酱吧 饺子是中国传统的食物 包好的饺子不光可以做汤饺 煎饺 还可以做蒸饺哦 民间有一句俗语 叫做好吃不过饺子 没到过年的时候 饺子一定会在饭桌上出现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喜欢跟夏日葵 一起选更多游戏的小游戏 可以赞助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还有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